魏斯里系列 第十三篇 红月亮 泥筐 第八部 地球人类是生物垃圾 我竭力使自己镇定 缓缓地倒 侵略者总有著各种各样的借口 我想 你们的最终目的只不过是想占领地球而已 白衣人执人不会 是的 我们原来居住的星球太拥挤了 我们必须另外寻找适当的居住地方 我们并不是第一看中地球的 地球已是我们的第二十七站 也是我们所见到的一个被最卑劣的生物所充塞的一个星体 所以我们决定了 我冷笑住 你不能因为地球人性格有缺点而强抢地球 白衣人叹了一口气 看来你仍然不十分明白 我们绝不是强抢地球 而只不过是地球人全体毁灭的日子早些来临 而且保持地球的干净和美丽 我力声道 放屁 人类或许会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但是那一定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白衣人的声音倒显得十分心平气和 照你的估计大约还可以维持多少年 我大声道 那我怎么知道 或许是好几千年 白衣人道 就算一万年吧 那又算得了什么 在人类而言 一万年是一个大数目 但是在整个永恒的宇宙而言 一万年和千万分之一秒一样短促 我冷笑住 不管如何 地球人有权利过完这千万分之一秒 而你也不能夺走地球人这千万分之一秒 白衣人摇竹头 不能 地球人没有这个权利 我恶然 地球人没有这个权利 这是什么话 可是那白衣人又虚道 你不要以为我不讲理 地球将来一定毁灭于丑恶的核子爆炸之中 第一 人类没有权利要求地球上 其他所有的生物替人类殉葬 第二 这种毁灭必然引致地球的变性 使整个宇宙间的平衡起变化 虽然这变化微乎其微 但是受到影响的星球将在两亿以上 在这两亿个星球之上有146个有生物 我哼的一声 你们的星球便是其中之一 白衣人道 你看 你这句话又表现了地球人的自私 你以为我们一定是其中之一 但你料错了 我们的星球离地球超过30万光年 地球就算整个暴力了也影响不到我们 30万光年 这白衣人果然来自别的星球 而且他们的星球离开地球有30万光年之遥 那么他们是怎样来到地球上的呢 用光的速度来行进 他们也要花30万年的时问 白衣人像是看穿了我在那刹那间是为了什么在发呆一样 他笑了起来 你以为我是在说谎 你以为我不可能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 是不是 告诉你 天体之中有生物的极多 但没有一个天体上的生物比地球人更低能的了 那白衣人道 地球人有了历史记载几千年 几千年之前是争权夺利 残害生灵 几千年之后仍是争权夺利 自相残害 我们是怎样来的 你们地球人完全无法理解 我用力地握着手 这一切全是废话 我们地球人喜欢怎样就怎样 你们想要毁灭地球人 我讲到这里 抖得停了下来 同时 我的身上也不禁感到了一股极度的寒意 他们来自30万光年以外的星体 他们的科学进步 当然绝不是地球人所能忘其相悲的 他们要毁灭地球人 岂不是容易至极 所以 我讲到了这里 便顿了一顿才改问道 你们准备用什么方法来毁灭所有的地球人 当然是绝无痛苦的方法 我们不喜欢消灭生命 但是最爱惜财物的人也会将垃圾扫出去 你明白了吗 我苦笑了一下 道 地球人不全是垃圾 固然有夺权夺得天翻地覆的疯子和白痴 但是也有许许多多爱好和平的好人 白衣人冷笑了两声 由于你是一个地球人的缘故 所以这个问题 我不再和你做任何讨论 你想知道的问题 我也无法做负 因为如何使地球上的人类 在一秒钟之内尽数灭亡 而又绝不影响其他生物的方法 我们还在研究中 现在 由于我们行动的方针已然确定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我心中在盘算住 如今和他图作争辩 自然也是多余的事 我所要做的是 设法破坏和阻止他们毁灭地球人的计划 而我第一步所要做的 则是和巴图 鲍尔两人一起离开这里 我相信巴图一定有助和我类似的遭遇 那么 我们就可以立即和世上各强国商议 用最新的武器来毁灭这些外星怪人 我心念电传 装住不在乎的神气道 我还有一个问题 白衣人倒十分客气 请问 我倒 在蒂卡龙小镇上 所有的人都曾见到月亮 一度变成红月亮 这自然也是你们弄得把戏了 白衣人倒 非常抱歉 不是有意的 而是在那段时间中 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装备 需要运来地球 但是又不能被人看到 是以我们运用了一种射线 来改变人的视力 使人看不到有庞然大物自天而降 至于那种射线 会使世细胞中的红色感应敏感 以致使月亮的反光中的红色特出 那是一项副作用 我们事先未曾想到 我苦笑了一下 我是为了解决红月亮的谜 总算已有了答案 我待了片刻 猜到 多谢你的解释 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会面吗 白衣人倒 你们可以离去 但在会面 离去之前 你们必须接受消失记忆的手续 我抖得一呆 我又想起了我曾经失去的一天 现在我可以肯定 我所失去的一天 多半也是在这里 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度过的 但是我却完全无法记得起 在这一天之中 我曾做过一些什么事 曾发生过一些什么事 这当然是 接受消失记忆手续日的结果 如果我再次接受这种手续 那么 我岂不是仍然什么也不记得 更不能设法去防止他们 消灭地球人的计划了吗 我拼命地在想 有什么法子 可以使我的记忆保存下来 不至于消失 也就在这时 那白衣人又道 由于月亮变成红色一事 已给我们引起了不少麻烦 所以我们也已将 所有看到过红色月亮的人 和记载红月亮 以及像你这样 为了红月亮而来的人 有关红月亮的记忆 一起令知消失 那我们就不会再受到干扰了 我并没有回答他 我只是在想 我有什么法子 可以防止他消失我的记忆 我问道 你们真有办法消失人的记忆 当然有 我们用光束去刺激人的脑膜 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人忘记 任何我们需要人忘记的事 听到这里 我的心中不禁抖地移动 如果他们是用光束刺激脑部的 那么我如果用什么东西 保护了脑部 那是不是可以避免了呢 我的确有一件东西 是可以保护脑部的 那是一副特质的假发 这种假发和别的假发 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是那连接假发的网 却是薄丝和另一种 合金丝编成的 有助超着的B弹性能 由甚于钢盔 当然那也不是我的东西 而是巴图在他的一种情报处理局 局长任内实在太过无聊 设计出来的东西 这种东西 如果不是制作成本实在太高 早已被各国的军队所采用 如果我套上这样的一个金属网 那么是不是会使得对方消失 我部分记忆的方法失效呢 我不能知道这一点 但是我却不方施一下 当我这样决定了的时候 我伸手入衣袋中 握住了那团假发 这时 那白衣人已然道 请你跟我来 他在前面走住 我跟在后面 当我来到了墙前的时候 我回头看了一下 我看到了其余的几个白衣人 正全神贯注地 在控制台之前操纵住 而我前面的那个白衣人 则正伸手向墙上按去 我就趁这机会 低了低头 用极快的手法 将假发套上 当我套上了假发 抬起头来之际 墙上的暗门才打开 那白衣人跨了出去 我跟在他的后面 我和他一起 来到了另一间房间之中 那白衣人 自墙上取下了一具仪器来 有一根长长的管子 对准了我的脑部 他道 你最好不要乱动 如果你乱动的话 光束可能伤害到 你脑膜的其他部分 那么 吃大亏的 就是你自己 我只好照住他的指示 在一张白色的椅上坐了下来 我觉得十分庆幸的是 他未曾发现 我的发色已有多少改变 当然 在很久之后 我才知道 他们对颜色的反应很迟钝 在他们看来 几乎什么全是白色 我刚坐下 鼓的一声响 一股光束 便自那仪器中射了出来 我只觉得 眼前生出了一片极致炫目的光芒 令得我不得不闭上眼睛 在那一刹那问 我是丧失了所有知觉 这种完全没有知觉的时间有多久 我也说不上来 但当渐渐又恢复了知觉的时候 感觉就像是被人用重物在后脑上 重重地敲昏了过去之后 又醒来之时一样 我觉得头十分沉重 左右摇摆住我的头 力图睁开眼来 然后 我听到巴图的声音 你醒来了吗 别动 我用冷水来淋你 我含糊地答应礼声 滑鼻声响 一大盘冷水已淋到了我的头上 这时我清醒了不少 我睁开了眼来 首先看到了巴图 巴图就站在我面前 他的神情相当狼狈 我转过头去 又看到了宝尔 宝尔坐在地上 还昏迷不醒 而我们正是在公路的边上 一大丛葵花之下 巴图又去提了一桶水来 向着宝尔都投淋了下去 宝尔的身子震了一震 揉着眼 醒了过来 莫名其妙地道 什么地方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的 我曾经昏过去吗 发生了什么事 我才被巴图临醒的时候 我的心中也曾想起过 和宝尔如今所发出的同样的问题 可是我却没有问出来 但这时我已清醒了许多 所以我已然可以记起 曾经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了 我手在地上暗中 站了起来 你等一会就会全记起来了 巴图 你可曾和那些白衣人打过交道 巴图紧撇住双眉 什么白衣人 我呆了一呆 一时之间还弄不明白 他如此反问我是什么意思 时宜 我不由自主地搔了搔头 在我一伸手搔头之际 我抓到了还戴在我头上的假发 而就在那一粒内间 我明白了 我什么都明白了 我所戴上的假发 的确对我的脑部 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我的脑膜 因之也未曾受到 白衣人光束的刺激 我的记忆仍然保存住 但是巴图和保尔两人 他们的记忆显然已经消失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又道 你们一定什么也不记得了 是不是 巴图用力地用手指 敲住他自己的前额 我记起来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西班牙南部的地卡龙镇 对 我连忙回答 你再想想 你为什么而来 巴图和保尔两人 面面相去 我又指向保尔 你也想想 你是为什么来的 你应该记得的 可是他们两人的脸上 仍是一片茫然 我的心中感到一股寒意 因为那白衣人曾说过 他们要消灭 所有人有关红月亮的记忆 莫非他们已经成功了 我娇怯地望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记起来 可是再等了三分钟 而他们仍然保持沉默之后 我忍不住了 我道 你们为了月亮来 月亮 两人的神色更茫然了 是的 在这个小镇上 每一个人都曾经目击月亮变成红色 而你 保尔也是三千多个目击者中的一个 你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 保尔竟哄笑了起来 你真爱开玩笑 如果我曾经看到过月亮变成红色 那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又何必要你提醒 我望向巴图 巴图也摇住头 月亮看来是红色的 这太荒唐了 我当然不会为了这种荒唐的事来 我们或者是来度假的 是来十倍可的 我绝望了 因为白衣人已然成功 他们已成功地消灭了所有人有关红月亮的记忆 世界上怕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曾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 也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有这些白衣人的存在了 我待了好半上 才到巴图 保尔 你们两人听我说 你们必须相信我所讲的每一个字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形极致严重 极致危险 保尔显得有点不耐烦 他耸了耸肩 什么是那么严重 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 我几乎破口大骂了起来 但是我只是冷冷地道 你或许已全然不记得你为什么来这里 但是回到酒店中之后 你的行囊中一定有不少文件 能使你想起一些事 我们快回去再说 巴图的态度比保尔好些 保尔根本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但巴图却对我的话保持怀疑 有关红月亮的文件 他记忆消失 但当他看到了那些文件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 他曾有记忆 我们又可以开始行动 回到了酒店 进了房间 我一关上房门 历史道 好了 巴图 将你的文件拿出来 保尔 你搜集的资料呢 快拿出来 他们两人都不起劲 保尔更占力主不动 你一定是疯了 我哪有什么资料 巴图则打开了他的公文包 在他的公文包中 是一大碟杂志 而不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文件 我大声道 你曾经失去七天的时间 你不记得了吗 失去了七天 我以为这一点 他一定记得的 他只要记得这一点 那么我就可以引导他 进一步地记起其他的事来了 至少我希望这样 可是巴图呆了半赏 望着我 在他的脸上 献出了看来 像是对我表示 无限同情的神色来 然后才哦的一声 好朋友 你没有感到不是 我大声道 我没有感到不是 你曾经失去七天 我则失去一天 我们是为了巡查月亮 为什么会变成红色而来的 你这个蠢材 巴图仍然摇竹头 他显然认定了我有不是 所以我骂他 他也不在乎 我只好评下气来 好了 你们都不相信 我说的你们来这里的理由 那么我问你 你们是为什么来到这个小镇的 保尔利急道 这个小镇是我常到的地方 我是为摄影而来的 我指住巴图 你呢 局长先生 巴图摇了摇头 奇怪 我记不起来了 或许根本就没有目的吧 我严肃地道 你们听我说 一定要相信我的每一个字 我抬起头来 如果有人不愿意听我的话 可以离去 保尔立即道 我不愿意听 他提起了行李 走了 我呆了半赏 说不出话来 保尔竟连听我的话都不愿意 我固然不在乎他的走不走 但是他绝不考虑我的话的可能性 这令人极不舒服 我转头向巴图望去 巴图用一种同情弱者的神奇望定了我 喂 你一定有什么不对头了 我立即道 不对头的是你 你曾经被来自其他星球的人 用一种特殊的光束刺激脑膜 消除了你对红月亮 以及对他们的记忆 他仍然用怀疑的眼光望住我 但是他究竟不同于轻挑浮化 唯利是图的伯尔 他道 好的 你不妨将事情讲来听听 于是我便开始讲 我讲我在那些白衣人处的遭遇 又讲述我何以能够避免了光束刺激 而将那一部分的记忆保存了下来 我双手抓住了巴图的尖头 用力地摇住他的身子 你必须信我 你一定要信我 巴图道 好 你松开我 我信你 我放开了手 后退了一步 然后道 巴图 你不是真的相信我的话 是不是 巴图转过身去 除非你自己也不信自己所讲的 否则你怎会有这种念头 我喜道 那么你相信了 巴图点住头 道 照你所讲的 事情极其严重 我忙道 当然严重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是可以证明我所讲的话不假的 那场足球暴动 你可以打 长途电话到任何一个通讯社去问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场足球暴动发生 巴图道 我已经相信了你的话 不必多此一句 事情既然如此严重 那我要立即回去 将一切报告上去 而且 立即要吊牌可以查之 毁灭那些白衣人的基地的武器来 我道 那当然是当务之急 可是 我们是不是打得过他们 巴图苦笑住 我们必须打 要不然 我们就只好等住被他们消灭 我来回夺了几步 巴图 我们一点证据也没有 你想 如果你将事情报告上去 决策的将军们会相信你的报告 巴图苦笑了一下 他们当然不会相信 但是你放心 我有方法令得他们相信 这是我的事 我们必须分工合作 我立即动身 你留在这里 随时注意事情的进一步发展 我问道 你需要多久 然后可以有结果 尽量快 巴图回答住 他已着手在整理行李箱了 两分钟之后 巴图离去 我颓然地生在沙发上 有许多事 发展的细节难以预料 但是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总是可以断定的 可是如今 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却无法知道 那些白衣人 他们会成功吗 他们成功了 那自然是人类的末日到了 可是 正如他们所说的 人类是不断地自掘坟墓 末日是总会来到的 人类的末日 这实在是不能想下去的事 感谢观看